本土疫情趨緩 昨天新增一萬六千六百九十四例降幅 百分之五點五 醫師省政南就預估下週一可能降至萬例以下 如果沒有就不會有萬例以下 因為現在就已經是B1.5低點 如果要辦尾牙 最好在這個月辦一辦 到了下個月第三波就來了 也有可能說病毒突變 但是疫情規模沒有變更嚴重 也有可能出現這樣的現象 但是新冠病毒有沒有出現很大的突變 醫師詹冠宇表示過年將出現大陸台商返鄉潮 建議民眾外出戴口罩脆弱族群 快把疫苗打好打滿 如果要舉辦大型聚會春酒 建議二月底三月初再來辦會比較安全 疫情已經控制到一個很低度的一個狀態 台商在明年返鄉的時候 自然就會對我們的一個疫情造成一些衝擊 二月的時候 其實大家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疫情的從境外移入帶來的變化 由於國內還有一千萬人 還沒有確診過第三波疫情來襲 仍要小心 尤其疫情肆虐全球近三年 美國最新研究疫情 讓年輕人更情緒化 外向性 親和性 盡責性皆下降 年輕成人的性格變化最大 神經值顯著增加 民眾最好不要確診或是重複確診 只能做好自主防疫 接著林姓 楊宗彥 台北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